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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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搞错 6月29日 香港这两天大家都很沉重 原因当然是因为港版国安法 这两天 港版国安法在北京人大常委 它是讨论是审议还是投票 其实没有多少人知道 所以香港呢 有点人心惶惶 那今天呢 就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这个问题 首先呢 这是这个 人大这个会议 审议港版国安法 是人大常委 它不是人大的全体会议 上次审议过一次 事先没有这个议程 然后突然就加入 这一次还是一样 之前的议程里面 也没有这个港版的国安法 香港区人大常委谭耀宗 他在上飞机之前 他都不知道 说有没有这个国安法的审议 他到了北京之后 现在中国媒体已经放风了 说国安法又加进去了 这个呢 其实有点奇怪 你干嘛不之前就敲定 是不是去审议这个国安法呢 你非要临时去加入呢 那唯一的解释就是 最后一刻才决定是否加入 那为什么要最后一刻才去决定呢 很显然 它就是在等待某一些变化了 如果这样 如果这样的话 我就把它加入 如果那样的话 我就不加入 那在等什么变化呢 我估计啊 肯定不是香港什么局势的变化 也不是北京啊 这个局势的变化 我估计 中国仍在和美国做某一些 最后的沟通和妥协 希望能够达成某种默契 所以他才有这种 最后一刻才去加入 这种事情发生 第二点呢 人大常委开会 有十个港区人大代表 注意啊 是人大代表 他不是人大的常委 十个港区人大代表去列席会议 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啊 在中国完全是不同级别的 对不对 在中共内部 人大常委可是部级啊 所以谭耀宗的官 比林郑月娥大多了 比中联办的主任多大 中联办主任是副部级 人大常委啊 人大代表呢 他就只是一个市级官员了 对不对 所以谭耀宗官很大 人大常委他是部级 所以人大代表 去列席这个会议 他是没有投票权 但很可能啊 他们会特许发言 这有点像是 扩大会议了 中共这种扩大会议的制度啊 它是一种非程序化的制度 有人支持 有人反对 那么有权主导这个会议 主导这个事情的这一方呢 就会召集自己的人马 去发言 去扩大影响力 甚至呢 去参加投票 那我们以前谈过这个问题 中共内部啊 它有很多的夺权政变 都是通过所谓的 扩大会议进行的 比如说八九六四 本来赵紫阳在这个中共政治局里面 和这个常委里面啊 他算是有半数人的支持 但邓小平啊 他就要主持啊 就开一个扩大会议 把这个很多政治元老啊 加进去去参加这个政治局会议 所以他们一投票 就把赵紫阳给换下去了 港区人大代表去列席 当然他们不一定有投票权 但很有可能 他可以发言 影响这些人大常委的决定 这个有点类似 扩大会议的做法 起码他可以说明一点 对不对 中共高层的内部 他对香港国安法的看法 可能有分歧 有忧虑 要有不同的看法吧 第三 港版国安法的条文 始终没有全文公开过 这也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一般来说 你立法你就是要执行嘛 所以你之前要征求意见 要给大家看 大家提意见 但是人大常委的这个 港版国安法草案吧 好像很少有人看到过 对不对 起码香港的这个高官郑若华 他就没看过 他自己承认 说自己看过的 整个香港好像只有谭耀宗一个人 当然谭耀宗是人大常委 上次还在北京啊 審议过这个法律 如果连他都没看过 那就太搞笑了 对不对 香港人现在讨论的这个国安法 都是新华社 对这个草案的一个报道 一个摘要报道 里面呢有很多内容 比如什么叫勾结外国势力 什么样的行为或者言论 构成了颠覆中央政府 什么言行构成了分裂国家 什么样的言行啊 算这是恐怖主义 怎么样去定义 怎么样去惩罚判多少年 亲共的专家和港府的官员 都在各说各话 一个秘密的法律 谁都不知道 它的内容的这种法律 却有按照中方说的 有上百万港人去支持 所有的高官 有法律专家 有商家 有人大代表去支持 这不是很奇怪吗 确实奇怪 但它又不奇怪 因为它说明了一点 就是中共 已经动用了最高级别的 这个动员机器 最大程度去动员这个社会力量 去完成这件事情 这就是 中共的统战部的终极的应用啊 平时吃饭喝茶打高尔夫 一起玩 而现在呢 关键时刻了 就是要干这个用的 当然 另外也说明啊 中共对这个国安法 它并没有经过长期的 内部研究和讨论和评估 我估计啊 从决定到现在 最多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它来不及弄出那些细节 对不对 综合考虑 第四呢 港版国安法对中共来说 感觉更像是拿来恐吓香港人 因为一般呢 对执政当局来说 推行什么政策 你通常会把好处啊 大大的说 是吧 坏处呢 你就少少的说 甚至不说 最起码呢 你不会把造成社会恐慌的部分去放大 去拼命的讲 这样呢 你才能保证 你这些法律法规啊 或者条例啊 你实施起来比较顺畅 阻力呢 相对比较小一点 对不对 但是 港版国安法 整个做法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 报纸的那些 啊 头条 这港区 人大代表 不是常委 再说一遍 是人大代表 叶国谦 他是说了 最高刑罚是无期徒刑 就是终身监禁了 这个比前几天 谭耀宗说那个什么 3到5年 5到10年 就严重多了 对不对 还有呢 有这个专家出来说 他说啊 喊这个光复香港 这口号 就违法了 喊时代革命 也违法 这个很有意思啊 前面呢 光复香港 那就是港独 对不对 你光复香港 光复到哪里去呢 他的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后者呢 时代革命呢 就变成了 颠覆国家政权 还有人 报纸啊 很认真的 把那个革命的 这个定义 给你仔细地写出来 所以革命 就是颠覆国家政权了 还有啊 揮舞英美国旗 也算是犯法 多说两句啊 这算是什么法律 香港身份证 它只是说明 你有居民权而已 是吧 你只是 你这个 你只是有居住权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 国籍的证明 对不对 如果是美国人 英国人 他揮舞美国国旗 或者英国国旗 难道不行吗 比如我 我现在是美国国籍啊 我如果 我爱国啊 灰美国国旗 居然会犯法吗 那中共还会放风 说啊 国安法一旦实施 就要抓什么人 有名有姓 时间都给你说出来 比如说7月1号 抓黄之锋 抓黎智英 当然 很多人会害怕 就说就离开 赶快跑掉 离开跑掉 不仅如此啊 解放军驻港部队 把这个车开到闹市区 直接晒肌肉 把装甲车拿出来闹市 开一圈 把这个电子干扰车亮出来 你的手机想拍照 不能用了 这个就是电子作战的意思了 对不对 今天更过分 电视上 解放军的狙击手出来了 说练习 把枪打得这个如何如何的准 瞄准谁你都跑不掉 还说什么 会一枪毙命 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事啊 其实已经到了一个 非常非常可笑的地步了 是吧 用军队占领香港 你已经有本地政府和警察的配合了 你要用直升飞机 你要用装甲车 你还用电子战的技术 还用狙击手 要么搞错 对不对 香港的抗争者 最大的武器 基本上我们看到的 就是那个汽油弹 汽油瓶 其实这玩意儿 最大的效果 就是把人吓一跳 基本上没有办法伤人 这是真的 去年香港汽油弹 丢出去的好几千个吧 全部加起来 总共的伤亡 大概不到十个人 而且都是轻伤 其他呢 最大的武器就是棍子了 再往下 就剩下拳头了 如果正面对抗 他们连香港的警察也打不过 对不对 如果警方拿枪出来 在香港再大的抗争的场面 大概半个小时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是不是这样的 你需要动用到飞机 坦克吗 需要动用到电子干扰吗 电子干扰手机可能真的需要 你需要用什么狙击步枪啊 搞得那么严重 你需不需要动航母啊 歼20引擎飞机啊 干脆连东风导弹一起拿出来 好不好 这说起来其实真的很可笑 我可以做个比喻 对这个直接对抗来说 香港的抗争者 对这个暴力机器来讲 其实就跟豆腐一样 你香港的警察 就像是一把铁的尺子 切这个豆腐足够用了 现在中共出动军队 等于告诉这个豆腐吧 告诉我们说 我还有这个锋利的刀 而且不止一把 各种尺寸 各种功能 这把是菜刀 这把是杀猪刀 这把是西瓜刀 他都拿出来笔画 在这笔画 是吧 最搞笑的时候 他还对大家说 我现在要磨刀了 先磨这个菜刀的 这边这个刀 然后拿一张纸给你隔一下 你看我这个刀多锋利 然后告诉你 我现在磨第二次了 这是西瓜刀了 也开始磨 待会呢 我就直接砍了 我的刀多厉害多厉害 这是合金做出来的 砍铜砍铁都可以 待会我磨第三次 我要保证什么呢 保证我实施下去的时候 一刀下去 一定把你豆腐的一块 给你切下来 你可不可以再搞笑一点呢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但是这种看起来 不合理的 这些行为的背后 其实它潜藏着某些 它的逻辑 和它刻意的一些原因 我认为中共 就是要在香港 营造一种极为恐慌的气氛 说穿了 就是靠下 嗯 香港人讲 靠下 中共这个策略 在某种程度上 你应该说它是成功的 我们早就说过 你可以不认同中共 你也可以看不起中共 但你永远不要看低对手 因为中共啊 有一百多年的所谓的 斗争经验 他们知道什么东西 在什么时候 是最有用的 所以我们说 上面说的这么多的 看起来很好笑 这么不合理的事情 这些措施 其实它的目标呢 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 发挥一个武器 这个武器叫做恐惧 因为它尽量散布恐慌的气氛 对不对 像亲共人士啊 港府官员 他们出来讲话 一个最大的目标 一个目的 就是要增加这种恐惧的感觉 那现在恐惧 对香港来说 是他们最有用的武器 因为你恐惧到一定的程度 对手会分化 有人呢 会选择让步 有人会逃跑 有人会妥协 只要恐惧的压力足够大 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不放弃不妥协不逃跑的人 就一定是极少数 当然 这极少数呢 就是国安法 需要去针对的那些人了 为了自由去奋斗 去对抗不公正 不正义 一定是有代价 当然 中共为了推动这个 国安法的立法 它也动用了很多这个资金 去维稳 我们叫维稳资金了 很多这些资金啊 来自中国大陆的企业 它有国有银行做靠山 希望到香港呢 捞点这个便宜货 其实我有朋友 在大陆的企业 就说最近呢 就有命令 这个银行啊 可以给他们贷款 叫他们呢 一旦有问题 叫他们把钱投入香港 你可以买房 可以买地 可以买企业 买股票 反正呢 就是要维持 这个股价和房价 他们内部也说 80年代 很多香港人呢 恐慌啊 移民了 结果造成了 一代 香港地产富豪的诞生 就是那个时候 这帮人 趁低的时候 进去抢了不少地 抢了不少资产 所以他们认为 现在呢 可能是第二次机会了 所以要准备来接收这个 香港 说法很简单 就是 留港 不留人 香港人害怕嘛 跑掉了 那他们就进来 接收这个资产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觉得 他们是不是希望 这个恐怖气氛 再多一点呢 这恐惧的感觉 再多一些呢 香港人最好 逃跑的再稍微多一点 那股价再多跌一点 楼价再多跌一点呢 那这样他们才能 所谓趁低吸纳 对不对 当然如果跌的太多了 可能就不行了 跌个 两成 三成 四成 估计啊 这是他们最希望 但实际上啊 现在中共的对手 他不是香港人 是美国为首的 这个西方世界 美中对抗的这种本质 它是社会制度 是价值观的对抗 是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 这种对抗 所以现在香港的这个国安法 和香港人 或者说香港社会的这个关系 已经越来越少 它和中共的这种大国的角力 大国争霸 这方面的关系 它变得越来越大 实际上我们明白说吧 一旦人大这个港版国安法 正式通过实施 它等于是什么 等于是正式宣布 一国两制的死亡 它也宣布中国和西方 自由世界正式的决裂 当然后果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个 就是台湾会因此托福而去 不可能再有什么统一的问题 什么和统 和平统一也好 什么武统也好 都没有了 第二点呢 就是过去几十年 中国赖以发展的这个国际环境 它会彻底的改变 第三呢 中共作为你自己那个阵营里面的老大 以后所有国际局势的任何发展 你都要负责任 不管是中东啊 北韩啊 或者非洲啊 或者南美 什么事情都可能追究到你这儿来 咱们说到香港 一旦国安法通过 我们就算 没有国际社会的直接干预和制裁 香港的法制也将不再是完整的 三五年之后啊 这个漏洞一定会慢慢的加大 只要发生经济危机 发生社会的危机 香港就会正式的变成上海和深圳 那我估计最多也就是个十年时间嘛 到时候呢 五十年不变啊 就是真的了 哈哈 以前呢 我记得泥匡啊 香港作家泥匡 有人问他 说五十年不变你相不相信 他说我太相信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上海 从四九年到现在 那个时候是九十年代 刚好五十年嘛 那五十年就没有变过啊 所以咱们说啊 香港可能就真的进入那个 五十年不变的这个进程了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先谈到这里 多谢大家 明天我们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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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内容呢 别忘记订阅点赞分享啊 您也可以呢 在下面留言 有什么建议的话呢 呃 留在下面 我们以后可以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守护真相 永不放弃 我们的坚守需要